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说有间公司刚才我们看到它是推出一个智能取餐机 就是消费者你不是在家里等而是你就可以直接去那边拿 是 而这个预定系统和取餐机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我们是一个网上订餐服务 所以客人可以在网上订餐 然后在我们这个智能取餐机这边取他们的这个外卖 主要我们针对的是在一些工业园区 因为他们都比较缺少这个餐饮的选择 客人他们要点餐的时候 只要到我们的移动网站 第一就先选择他们工作的地点 第二就直接看他们菜单 有哪一个他们心仪的菜品 选择了之后最后一步就是付款 我们的地送人员一到小贩中心的时候 首件事就是先开我们的应用程序 去查看今天有多少订单 然后他们要从哪个摊位去取餐 所以地送人员他们看了那个应用程序之后 就知道摊位在哪 到这边的时候就直接到摊位那边 去跟他们小贩的老板取餐 我们的地送人员到了我们智能取餐机的时候 就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电脑程序的分配 把那个客人点的餐饮就放在 他们各自的格子里头 这是我们的公司的智能取餐机 客人到了这边只要输入他们的手机号 然后属于他们的这个格子 就会自动打开了 然后他们就能取餐 我们的公司的这个服务 如果说可能五年前八年前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能做的 因为以前就没有这个数码科技的一些支持 也包括说网上付款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背后的一些程序 未来餐饮业这方面肯定要用科技 科技允许的是让这个工作上各方面有更好的程序 然后因为有这个数据 然后也可以更了解客人 然后对这个厨房啊 还有这个物流啊 各方面这些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的可能性 其实除了外卖服务之外 现在见到餐馆也可能要自助服务 就是自己用平板电脑来点餐 是 智能科技在吃这方面呢 还有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来请教今天的嘉宾 来欢迎郑汉勤先生 他是南洋理工学院亚洲烹饪学院的副经理 郑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外卖服务 请问现在基本上在市场 到底有几种不一样的模式 除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模式之外 其实普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网络点餐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Foodpanda UberEat Deliveroo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其他的平台 都是他的分别于刚才的就是 他可以直接把食物送到你门上 那这跟传统的外卖服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就是 现在你至少你是可以从你的那个电话上面 可以追踪到你的食物到底到哪里了 以前的话你就不可以这样子 以前的话你可能点个餐 可能到了你等了一个小时 你都不懂要怎么办 不懂要煮个面好还是要 要去等下去 取消也不能取消 要去打去投诉也不懂要怎么办 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在里面 就是可以追踪到你的食物 其实到哪里了 你要取消或者是你要投诉之类直接 我总有个钮可以按这样子 对对 适合有控制欲的人 是而且很特别就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这种送餐的方式 还有就是那种促销的一些什么密码啦 你就打入那种 对 放批评 对嘛 直接你就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顾本 以前你还要点过本 收集库本 对对对 速度倒是跟以往快很多 那么请你就是可不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呢 现在很多餐厅也是开始利用智能科技 通过平板电脑来点餐了 我们来就是解释一下 这样子个系统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好 来我们准备了一个片子 请我们的老师来帮我们边看边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你看这是在普遍在餐厅上 餐厅上面你所看到的一些模式就是 你用那个平板电脑来点餐 所以其实是蛮方便的 你直接就点击你所要的食物 然后直接按入 确定一下 你要什么 你所看到的 这些就是什么是要点的 从这边就选 你直接确定 当你一确定过后 你的那个订单就直接会输入到厨房里面 厨房就会收到你的订单 这就是我们外人没看过的地方了 厨师就直接就直接看到 你的订单就是来了 他就可以陆续就可以去准备 你的食物了 就可以去用餐 所以这就省略了很多时间 你不用等服务员去点餐之类的 走过去 然后之后餐煮好过后 直接就是通知一下 从智能的手表里面通知 适应生 适应生收到了订单 直接把食物就送到客户 顾客面前 所以这其实省略了很多的那个时间 是 传统上都是个小纸条 然后最后就是付费 就直接是用电话的电子应用程序直接做电子收费 所以这全程是用科技的 真的现在的这个连吃这方面都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到非常非常棒 但话说回来 我觉得人性化的一个好处在于说像我们这种诸多要求的人 例如说薯条我想要换成蔬菜 或者是我说对食物过敏 但他们还真没这个选项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讲虽然是用科技 但是我的适应生还在那里 其实更好的是因为应用科技 所以我的适应生更多的时间来给予更好的服务 所以你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适应生也可以在那边可以帮助你 就是这是省略了很多时间 所以给你更好的服务 那么说到智能科技 当然我们知道它可以就是提高这个餐厅的工作效率 可以节省一些人力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好处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 现在科技可以帮你做到数据分析 就是说比如说在餐厅这一整天的 我的那个营额里面 我可能要知道我什么食物卖的最好 我什么食物是最小的 但是以前就可能要去等一整天过后 你要慢慢去算 现在用科技你可以及时就可以收到这个数据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可能下一天我就不需要准备这么多其他的食物 我就专注于这个食材 就减少了很多的浪费 他是不是也会就是去知道我们爱吃什么 可能我尝点的是可能鸡饭啊什么 他可能会提一点你建议一下 今天要不要尝一下我们的鸡饭 其实是有的 如果就是说如果他们就是说你有那些 可以输入你自己的会员 对吗 所以他会依照你的就是说你的习性 你喜欢吃什么食物 然后他就会依据你就是说你的需要 你输入够你是会员的话 他直接就是会推荐你你所喜欢的食物啊 或者是推销一些他们的一些产品之类的 所以越来越趋向于客制化 这会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呢 对 这样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我所看 是 看来这个资源 科技资源管理会是将来很多的餐馆 成功与否的取决因素之一了 对 欢迎你来到 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来 南洋理工学院 亚洲烹饪学院呢 有一系列的餐饮科技培训课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 那你也可以上网去查询 好 当然同时非常欢迎你可以留意 我们的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诗诚有约的面部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